古宝加商多媒体设计科日前在校内图书馆举办学习成果展 这次的成果展的主题是设系 以游戏的情境带领大家进入展览 还有吉祥物黎奈向观众互动介绍展出 一年一度的古宝加商多媒体设计科成果展 日前在图书馆正式展出 今年的主题是设系 以游戏的情境带领大家进入展览 我们今年的古宝加商多媒体设计科的展出 今年的主题是设系 也就是设计的游戏 其实这个主题也是我们学生所构思所创作出来的 那整个空间我们是设计成游戏的形式 他们在展出的时候呢 各组的专题也都很丰富 那而且他们会针对这些专题去做一些商品的贩卖 跟一些互动的游戏 所以同学们的这个展出的气氛也非常的活络 那整个是乐在游戏当中 学生们还利用脸部捕捉 开发出今年成果展的吉祥物黎奈 向观众互动介绍展出 那我们同步呢 也展出了我们各类的专业课程的成果 那丰富的静态作品之外 这组的同学结合他们的电脑绘图的专业 还有VTuber的技术还成功做出一支离奈的角色 用这支角色向所有参观的同学做一个导览 今年特色专题包含了铁和柔情纪录片 与餐饮科跨科合作推出的金山美人 以及碧铝游戏设计与观众互动 那我们今年特色专题包含铁和柔情 铁和柔情是想要用纪录片 然后让大家知道铁工又有柔情的一面 那再来是我们包装组 我们包装组包含有金山美人 还有一些音乐潮啊 那还有果干包装 那我们金山美人跟音乐潮 是跟餐饮科跨靠合作 推出他们的外包装 那我们今年很特别的视觉 我们也是规划出整个展场的规整 我们的碧驴就是在结合我们高三 现在要毕业 那想要让大家知道说 父母从心中可以就是可以毕业的道理 那还有我们草尼 今天也是跟餐饮科推出 就是应该说跟餐饮业 跟餐饮业就是店家就是一起推出 然后让大家知道说 我们可以帮他们设计菜单啊 还有一些他们的机场物等等 这次展出结合学生三年所学 而且还跨域结合 发展各类的文创跟媒体商品 掌握宅经济的趋势 而创新的展示方式 也让人觉得额目一新 记者方间凯琳锦鱼 三重采访报导 好 那就会把我们学习 然后就会把我们 mentor 设计